在生肖里老鼠排第一 老鼠排第一有各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说 当年排队的时候 老鼠窜到前头说 我最大 我应该排第一 人家就说 你怎么知道你最大呢 说咱不幸 咱游街 咱所有的人游行上街 你看是不是大家都说我大 结果这老鼠就站在牛背上 开始游街 在街上游走 所有的人都说 好大的老鼠 所以老鼠就排了第一 这老鼠在老鼠里是最大个的 所以大家说好大的老鼠 而这牛在牛里不是最大的 所以就排成了第二 这是一种说法 非常附会 另一种说法 相对比较科学 他说因为子时 夜里深夜 子时是老鼠活动的 最猖獗的时期 老鼠在子时最为活动 活动频繁 那么老鼠只能半夜出来 白天你看不到吗 所以你夜里 有时候你回家晚了 过去我走到夜里 回家 在胡同里都能看见老鼠 对吧 可是你说按照这个顺序排 老鼠是对的 其他动物都不对 所以这事 看似科学实际上也牵强 你比如说银虎 银时是指早晨三点到五点 三点到五点 老鼠就回家睡觉去了 老鼠都是夜里活动 一到天快擦黑了 你读读水浒传 你读读武松过锦阳刚 卫时已过就不许上山了 卫时是指下午一点到三点 三点以后 老鼠就可能出来了 那么武松喝大了 就这时候上山 就碰见了老虎 老虎是傍晚活动的 夜间不时的 早上就回去睡大觉了 所以你按照老鼠的活动 去看老虎 这事有点绕嘴 它就不那么贴切 所以这事也基本上都是瞎说 那么这十二生肖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排序呢 说句实在话 多少学者研究了这么久 也没有一个令人说服的答案 说白了就是一习惯 那么我们仔细看 十二生肖中 有七个动物是幻养动物 什么是幻养动物呢 就我们人类为了某一种目的 养的动物 这个养是普遍的养 不是今天你当宠物 比如今天还有人养蛇呢 这在古代没有的事 那么主要有什么呢 有牛 兔 马 羊 鸡 狗 猪 那么这个牛呢 马呢 这是帮人干活的 这个鸡呢 这当然也不是帮人下蛋 是下了蛋给人吃的 帮人打鸣 狗看家 猪吃肉 羊也是吃肉 等等 那么这七个动物呢 是主要是幻养的 另外四个呢 是野生动物 比如老鼠 蛇 蛇和老鼠相对 在过去的日子里 跟人还比较近 就是你住的地方 就可能看见老鼠和蛇 但是猴和虎就相对远一点 这里只有虎 比较凶 所以过去说 谈虎色变 七加四 十一还差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神兽 龙 龙很有意思 这一组合很有意思 这一组合你算算 七个正规军 四个野战军 外加一神兽 你想这多好的一个搭配 这混搭的 搭的特别的好 我就老想 我们为什么没有人 把它写成一个剧本 拍成一个大片 叫中国生肖 打到国际上去 你不要等人家好莱坞 哪天拍了一个电影 叫中国生肖 我们才恍人大悟 说我们这么好的题材 我们自个儿没拍 对不对 一定我们自个儿拍一大片 就叫中国生肖 这十二个动物一块上场 你想这动物的构成 就特别有意思 有跟人亲的 有跟人不亲的 有让你看着胆战心惊的 比如蛇 一般人都怕蛇 比如还有这神兽 这龙 这龙外国人也能接受 最近我们看什么大圣归来 那龙就有龙 你看看人家的电影 最近有个电影拍得不错 我看了 叫疯狂的动物城 好看 它最好看的是什么 是这个动物城中 所有的动物都按照实际的比例 有反常态 过去我们拍这种电影 就是大的动物要缩小一点 小的动物要拉大一点 匹配 可现在不行 兔子就这么大 那小艳鼠就这么大 那场景录那么高 所以在电影中的表现当中 非常困难 但由于这个困难 反而显得非常好看 你比如兔子跟狮子互相一打拳 那个感觉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应该发挥我们的想象 中国人的想象 实在不行 你们来找我 谁想编剧本的来找我 编一个电影 编一个中国人的动画大片 就叫中国生肖 我们从古讲到今 那么十二生肖 我们历史上什么时候就有了呢 有一种说法 诗经上就有了 诗经上有这样的话 叫吉日耕武 吉柴我马 耕武吉日的时辰好 是月马出列的好日子 所以武和马就对应了 那么这个说法 多多少少有一点牵强 不管他牵强不牵强 武马是对上了 那么在战国后期 我们周代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百家争鸣 我们的这个诸子百家 战国时期 都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学说 所以在战国后期 我们很多东西都基本成型 我们的十二生肖在这个时期就成行了 就成行了 为什么呢 有证据 1975年在湖北 这个云梦 税虎地出土了秦俭 就是秦朝 秦国的俭 他进一步就证明 因为秦俭上都是文字 这个是无懈可击 证明了春秋前后 就存在了这个十二生肖 那么他这个主俭中的记载 跟我们今天的记载 大致是相同的 比如紫鼠这是相同的 丑牛是相同的 银虎是相同的 卯兔前四位都模一样 但是他到陈这 到龙这 他居然空着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龙这个字 我们龙的概念 实际上是汉唐以后逐渐形成的 真正完整的形成龙的概念 包括形象都是宋以后的事 越往后来的龙就越像龙 越往前的龙就越像兽 这是我过去讲过的 简读中 这个臣居然空着 我就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有可能当时并不是概念是龙 比如我们早年的说吃 那么再有就是四 四他写了个虫 虫是什么呢 长虫 对不对 四蛇 那就是长虫 五 五就应该对着马了吧 这书不是马 是个鹿 那么下面呢 胃应该对着羊了吧 他倒对着马了 然后呢 身呢 就对着是猿 猿猴 猿猴是一回事 有就对着鸡 这都是一回事 那么他在虚的时候 他应该对狗的时候 他倒对着一老羊 奇怪 这羊还有年龄 叫老羊 那害还是猪 这里呢 只多了一个鹿 少了一个狗 后来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呢 就调整过来了 由此可以准确的判断 春秋时期 我们的生肖文化就逐渐的蒙起 战国时期就基本上完成 它基于什么原因蒙起呢 我们下面说 那么在秦朝的时候呢 有监督骂 基本就确立了 那么到了汉朝就很普遍了 我们老百姓非常崇拜这种动物 为什么崇拜动物呢 是因为我们对大自然中的认知是有限度的 没有我们今天科技的东西 比如今天一个孩子生下来 他所接触的一切都是百年以来科技成果 对不对 过去没有 那他生下来就是他的母亲 然后就是一个基本的时速情况 然后你看不到飞机火车汽车电脑 所有现在东西你都看不到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自然界中的东西 偶然看到动物了 动物你不可认知的地方 比如他神秘 他看不见他 比如他很鬼鬼祟祟 比如黄鼠狼 比如有的动物有极大的能力 比如他跳得很高 飞得很远 这些都会有图腾的情节 比如我们的少数民族 比如我们的蒙古族 维吾尔族 藏族 都有十二寿法纪念 跟我们的这种生肖大同小异 这种图腾的情节 他显然就必须与我们的古代纪念 天干地支联系起来用于纪实 对吧 那么天干地支 我们最古老的一种纪念方法 一直运用到今天 天干是什么呢 甲乙丙丁物济更新人鬼 地支是什么呢 紫丑银卯沉思五味深游虚害 那么十和十二 它要构成一个基本单位 这个基本单位就叫最小功倍数 这是一个科学的表达 你学数学一定要学到这个 最小功倍数 这两个数字一定有一个最小的功倍数 这就是六十 所以古人寿命短 六十岁是一个轮回 过去一个甲子是不得了的一个岁数 一个人能活过六十岁 就算长寿了 人寿七十就古来西 这是杜甫说的 唐代的时候 活到七十岁的时候 还古来西呢 所以一过六十岁就很高兴 你比如康熙在位六十一年 那么当他轮回的时候 第六十一年的时候 他要烧一个瓷器 因为他是辛丑登基 所以又到了辛丑年 他就烧一个瓷器 上面写着款叫 又辛丑制 记录这个轮回 那么我们这种生肖 生肖从一开始小时候就要记 我不知道现在孩子能不能背这个生肖 所以我有儿子的时候 我就教他 教他生肖 怎么教 很容易教 儿子 你爸属羊 记住了 你爸这次时候的就是属羊 你属猪 很明白 羊和猪 儿子就说 喜欢学 见人就问 我就拉着他 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 他上来就问 说王叔叔 你属什么呀 王叔叔说 你爸属什么呀 那王叔叔就比我小一岁 所以他就说 你爸属什么呀 他说我爸属羊 说羊下面是什么呀 我儿子是这样回答的 说羊下面是腿呀 我说王叔叔属羊腿的 所以小孩的思维跟大人不一样 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什么 羊下面是猴 是一种文化 羊下面是腿 是正常思维 我们关于生肖 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生肖 相对来说都比较敏感 比如我们有的人 对自己的生肖的动物 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情 你比如有的人属狗 就说我得对狗好 对不对 有的人属猪 我就喜欢猪 你比如有的人属蛇 他老说我最恨吃蛇肉的了 对 他是一种朴素的一种文化情感 这种朴素的文化情感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有皇上也有 比如我们的宋徽宗 徽宗是中国历史上 这个艺术造诣最高的皇上 没有一个皇上的艺术造诣能超过他 自创一个书体 只要能自创书体的人都是不得了的人 因为中国历史上能自创一个书写风格的人 掰的手指头就数光了 就这些人 对不对 比如颜体 颜真卿 刘体 柳公权 欧体 欧阳群 比如寿金体 宋徽宗 你想想宋代人还能够 我们唐代人凯书 唐代人基本是把凯书的各种字体都创造完毕 没有份了 到了徽宗居然他还能写出一笔寿金体 你想这人的艺术造诣 宋徽宗属什么呢 属狗 所以他就不许杀狗 皇上有这权利 属狗就不许杀狗 明朝初年朱元璋 朱元璋姓朱 所以民间就有一个说法 说他既会杀朱之类的说法 吃朱都不行 但是这个在民间看不出来 一直到了明武宗 明中期郑德年间 因为郑德喜欢一个 伊斯兰的妃子叫刘娘娘 这个人在历史上只有这样一个记载 叫娘娘 刘娘娘大名不知道 喜欢他 然后他就下过令 这个下令是正式里有的 明武宗十路中就有 明正德十四年的时候 皇帝南巡 在冬天十二月间 在宜珍 就是今天的宜珍 原来叫宜珍 下令禁止民间养猪杀猪 这事儿非常荒唐 你知道我们农耕民族猪是重要的肉食来源 他们过去这种内陆地方很多人终生没吃过牛羊 牛是一个劳力 羊是不养的 所以宜珍县 就是当时的宜珍县举行了丁寺的祭孔时候 就说只供羊头 猪头就不要了 这在这个历史上 这属于比较荒唐的事儿 当然有人认为是皇上跟刘娘娘之间的关系 因为刘娘娘是不吃猪肉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形成了这种生肖文化 而没有形成星座文化 对吧 中国人都是讲生肖 西方人都讲星座 今天现在的孩子们特别愿意谈星座 老问我你什么星座的 我什么星座的 我是白羊座 我属羊还是白羊座 我有点羊羊得意 那么生肖文化 我认为这种生肖文化 是跟这个农耕文化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我们生肖文化中的这些动物 都是极为常见的东西 我们说了大部分都是换养动物 再加上一些膜拜的 比如龙 是吧 那星座就不一样 我们早在三千年前 中国人也发现星座 也有星座 但是西方的文化源于它的游牧文化 牧羊人他以放牧为主 他跟农耕文化的这种换养不一样 农耕文化都在一个地方不挪动 就在一块地方过终生 游牧文化要不停的走 不管是打猎还是放牧 他要仰望星空 通过星空来判断这个季节 判断时间的长短 所以农耕文化一般情况下 就看得比较长远 所以要买土地 要有质财产 所以我们就非常物化 要看一年的变化 我们至少要看一年 春中秋收 要看一年 而西方 他更注重的是比较短的 所以我们东方人 就是很注重一个人 看你年龄 就是你多大了 人家不好意思问 也要问你 你属什么 而西方人是看你性格 所以我们的星座文化 更倾向于性格的表达 我有很多朋友喜欢研究星座 每个人都说的头头是道 所以我有时候老考他们 我说你看那人 你看那人 那人什么星座呢 他上去得问人家 你哪月份生的 我说那你叫什么专家 你要是专家 你跟人聊两句话 你就知道他什么星座的 那你算专家 按照他们的说法 这个星座呢 有各种影响星座的 这个因素 今天在这个生活中 尤其在年轻人生活中 这个星座还是非常流行的 可惜我们今天不谈 我们只谈生肖 那么生肖对我们的文化呢 这个有很大的影响 过去呢 很简单 最初就是为了纪年 一个是历史的这个纪年 它不一定是生肖 它是按照天干地支 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呢 他要问你的生肖 实际上就是问你的年龄 我老说 人的年龄啊 藏不住十岁 你就是看着比别人年轻 你也年轻不了十岁 所以你让我今天看这个人啊 我估他的年龄上下 不会差十岁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 说某某某某影星 也不是几十岁了 五六十岁了 还宛如少女 我说他是真没见过少女 少女一定不是那个样子 你怎么把皮拉紧了 你怎么做年轻壮 您那动作就不行了 小孩的动作 跟大人的动作 少女的动作 跟老太婆的动作 是完全不一样的 您到哪岁 就说哪岁的事 是吧 甭管你多么想年轻 我也想年轻啊 我也想回到二十岁 我是不可能的 所以过去的 媒婆一来 先问你属相 她这个属相还真不是打听你年龄 她最重要的是看你属相 之间是不是有禁忌 过去我们说这叫迷信 比如有这样的顺口溜 叫白马犯青牛 养鼠一旦休 蛇虎如刀错 龙兔泪交流 金鸡怕育犬 诸侯不到头 信不信有你自己 信就有 不信就无 你比如他说 蛇虎如刀错 也有说龙虎如刀错的 白马犯青牛 就是属马的跟牛的 不能搁一块 是吧 他怎么办 过去还说猫狗天敌呢 我现在经常看 那个小片里 都猫狗搂着睡觉 这都可能 所以这些属性之间的相克 基本上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他会有文化心理的影响 比如有时候有的老人说自己的子女被相爱 或者是被媒婆拉在一起 或者被我们现在的那些相恋网站弄在一起 一打听属相 跟我们传统的文化冲突 心里有时候别扭 文化就有这个力量 它能让你心里变得非常愉快 也能让你的心里变得非常别扭 我们早年 去乡下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在农村所有的人 都特别在意属相 而城市的人一般都不这样 所以农村的人打听你 没有人问你 你多大了 都是上来就问你属什么呀 对不对 没有人问你多大岁数 可是我在城市里上来人家问你 你今年多大了 小孩你多大了 人家说我15了 我16了 都是说自己的年龄 农村人就更注重这种文化的传承 我们今天你说迷信不迷信 我先告诉你们 我们十二生肖理论上讲 我们每生十二个人就应该占满了十二生肖 对不对 我们中国十三亿五千万人里 每个属性里应该有一亿一千万 多一点 一亿一千万 多一点 平均的吗 对吧 但是今天有点人为的因素 比如我们的鼠年 龙年 猴年 猪年 这宝宝就生的多 羊年就特别少 就是过去都说 蜡月羊不好 属羊的不好 尤其女的属羊的不好 叫什么 蜡月羊 守空房 十羊九不全 一全做垫钱 一到属羊的 去年属羊年吧 去年宝宝生的少 马年的时候 杜雷斯的避孕套卖的多 不能让这羊年怀上 所以马年人家生意就好 去年 羊年 我们知道怀孕 怀胎得十个月 羊年一过了夏季 这避孕套卖的没那么多了 你就忙着赶紧到鼠年生孩子 这都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心理 你急死那些公司 那些给你制造工具的公司 你一会儿多 一会儿少 积一顿 保一顿 这事不太好 你说属羊的不好 尤其属羊的女子不好 那分你怎么说 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慈禧太后 慈禧 这个十羊九不全 这话就是清末才流行起来的 慈禧太后属羊 所以人家就编排她 说十羊九不全 慈禧太后这老太太 当年也是年轻的小姑娘 你说她生活好不好 第一 人嫁于皇上 第二 人生也皇上 第三 人还立了俩皇上 自己虽然没当皇上 这权力比皇上还大 慈禧太后 执政48年 你想想我们执政48年有多长呢 中国历史上当皇帝超过这个岁数的 不是这个岁数 超过这个年限的 一共有最长的康熙61年 他孙子乾隆60年 那么汉武帝54年 再下面有两个48年的 一个是梁武帝 一个是明万利皇帝 万利48年 那么你看看他前面就五个人 还有两个人跟他并列 等于是48年的有仨人 并列第四名 前面61年60年54年就三皇帝 你看人家的运气 自个儿不是正宫 不是正宫娘娘 生一儿子 母平子贵 正宫娘娘不生啊 正宫娘娘生三儿子 跟你你有啥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有 历史上记不记你都另说了 不读使的人都找不着你 对吧 如果你生一女儿呢 这历史就彻底改写 人就是得有这本事 人就这辈子 就一枪一枪打中一十环 你看慈禧 19岁的时候父亲去世 26岁的时候丈夫去世 40岁的时候儿子去世 要从这角度讲 过去是命运 从这个角度上讲 就非常的不幸福 才有了十羊九不全之说 那么我想就是像慈禧这样的人 如果作为一个女性属羊的范本 应该是活得已经非常好了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 这个我们的地质社会的最后时期 还执政48年 能跟他媲美的 能跟他抗衡的 也就以武则天了 那么历史上蜀羊的名人多了 有名的人 我们想想 创造过真观之志 唐太宗 努尔哈赤 开国皇帝 再有我们晚清的李鸿章 曾国藩 这都蜀羊 蜀羊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么你忌讳这种羊年生子 那么我觉得就没有道理 那我们由于 由于这种羊年不喜欢天子 是吧 导致社会资源非常不均衡 导致社会的竞争畸性 所以一到鼠年 龙年 猴年 扎堆生子以后 到六年以后一上学 学校变得非常紧张 而洋年以后的孩子上学 就觉得比较宽松 所以资源一定要平衡 只有平衡才不能浪费 我们说了半天了 还没说一开始那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十二生肖里 为什么没有猫 猫跟人类非常亲 对不对 理论上讲 它是一个可以入室的宠物 我们过去很多宠物 基本上还不入室 你比如牛啊 马呀 猪啊 羊啊 它不入室 就算过去比较宽松 也就是鸡进了 鸭子都很少进来 鸭子也不是属性